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你们的天主来了 以撒以下先知书40章9节 当然这一句四经金句 就是放在章林旗里面 影响着快将来到的圣诞节 在这种精神底下 或者会有人问 章林旗里面会不会有特别的灵修呢 章林旗这个字本身都提醒了我们 是一种等待的灵修 一种渴望的灵修 这种灵修就在今天的世代 在今天的续世里面来看 好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我们崇尚是即时文化 等好像很浪费时间 没有用 做不到工作 所以你看一下 11月尾 12月头 很多商场的布置 建筑物的外场的灯色 全部都换上聖诞节了 好像忽然 即是聖诞节就马上来到的了 是不用等的 当然大家明白 心底里面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买东西 促进经济 繁荣 但是我们的记录图在这段张临期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字旗 这种灵修就是相当于一位怀孕的妇女 或者一对等待婚期的新人 或者等着子女学成归来的爸爸妈妈 真是想起都会很开心 而且越来越渴叛着的 又期待着的 我记得圣奥斯顶在他解释天主经的时候 他说天主经里面有很多祈求 是不是天主不知道我们求些什么呢 当然不是啦 天主是全知的嘛 但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不断的祈求 能够扩阔我们那种接纳他恩宠的能力 他说我们奥斯顶说 我们就好像一个袋子那样 那我们的口很小 我们的袋口 于是天主想给很多恩宠我们都不行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大一些呢 就是我们渴望多一些 在等待里面不断的期盼 于是口就越来越大 于是天主的恩宠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就越来越多了 哇真是好美啊 各位兄弟姐妹是不是 等我们呢 懷着这份期望啦 专注啦 渴望着那一位 就是我们的天主的尼林 那等我们呢 再次重复这句圣经金句 你们的天主来了 伊撒尔阿仙之书40章9节